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育部发文告说明 配合国家安全理事会的宣布 沙巴境内属下所有学府 包括幼儿园、中小学、寄宿学校、私立学校、 技职学院和私训学院 将遵循有条件行动管制令 从27号起继续关闭直到11月9号 根据官方早前公布的数据 这项停课令至少波及 2600所学校,大约167万名学生受影响 教育部也提醒学校管理层 确保教职人员及学生进行线上授课和学习 课程教材可以通过教育部官方网站 www.moe.gov.my下载 另外,随着森美兰在星期六 单日录得96宗确诊病例 尤其芙蓉病例剧增 已经被归纳为疫情红区 除了全境177所归教育部管辖的学府 森州宗教事务局属下的199所各级教育机构 即日起也必须关闭直到11月9号 为期16天 截至10月25号为止 森美兰州病例总数为1290例 芙蓉市录得179例活跃病例 其次是林茂10例 波德森5例 淡边4例 至于日乐物 刮拉壁牢和士堡县 则维持0病例 马新社电视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